随着2022年的到来 按照预定时间 不仅战神诸神黄昏就要在PS5上闪亮登场 战神也能在Steam上玩到来 从PS2到PS5 这个系列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十几个年头 更是成为了索尼平台最具有代表性的IP之一 更是有不少玩家 就是因为战神才购买PS主机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奎野 回顾战神系列这些年的发展和改变 就像玉璧之于刺客信条 From Software之于黑暗之魂 CDPR之于巫师 几乎所有名声远扬的作品背后 都有着一个玩家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而和战神一路度过风风雨雨 正是圣莫尼卡工作室 圣莫尼卡是索尼的第一房工作室 成立于1999年 他们最初的成就就在于一手打造了 Kanetika游戏引擎 并开发出了跟引擎同名的赛车竞速游戏 极速魔神 而这款游戏销售的分数 并非莫尼卡工作室最大的收获 他们被索尼相中 引擎得到了重用 被拿出来跟其他工作室共享 用于开发了杰克与达斯特 瑞奇与叮当 搅弧大冒险 烈火战车 黑暗降临 反重力赛车融合等十余款知名游戏 到了PS3时期 圣莫尼卡继续将乐于助人的态度贯彻 设立了外部开发的专属部门和培育计划 提供资金与环境 协助及扶持了不少独立游戏开发者 比如风之旅人的制作人陈兴翰 就是由他们所发掘 如今凭借伊迪斯分析的记忆 为玩家所熟知的 Jestis Barrel工作室 其首款作品也是由圣莫尼卡工作室 与他们合作完成 Ready at Done工作室也跟莫尼卡多次合作 并完成了PSP平台两款战神作品的开发 之后也推出了教团1886这样的作品 不过要说到真正让他们名声大噪的作品 那还得属战神系列 也许你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 即三大动作游戏 其分别为卡普空的鬼器系列 忍者组的忍者龙圈传系列 和咱们今天重点聊的战神系列 从TGA去年把最佳动作游戏颁给了黑蒂斯 今年颁给了死亡回归就不难发泄 动作游戏是个很宽泛的概念 或者说在这个大类里面 有着种类丰富的子类型 广业来说 一切有动作要素的即时交互性游戏 皆属动作游戏 射击游戏 体育游戏 跑酷 平台跳跃等等 都在所说的范畴之内 这样模糊的概念 常常引出社区的暴言和争论 不过在传统动作游戏 这一子类型里 玩家们却达成了共识 它有着极高的难度 和严格的动作判定 注重连招combo及时反应 需要玩家将招式牢牢掌握 甚至到有肌肉记忆的程度 这造成了眼看老玩家们 打得行云流水 敌人毫无反抗之力 觉得我上我也行之后 一旦上手才发现 原来倍凿的竟是我自己 难度与爽快感并驾齐驱 硬核成为了老玩家眼里的荣耀 只有轻度玩家却避之而不及 而战神却找出了另一侧重点 为玩家带来极致的视频体验 或者说电影化 一直是索尼的目标 战神的出现 与这一出发点不谋而合 PS2末期发售的这款游戏 百分之一万榨干了PS2的机能 数一数二的画面表现 首先就吸引住了玩家的目光 再看看同期的其他欧美游戏 浮夸的演技也掩盖不了 动作软绵绵的本质 可以说当时大家达成了共识 认为动作游戏得看日本 欧美人就做不了这玩意儿 战神则不然 宏大的场面与充满史实感的 互动演出是皮 爽快的操作手感是鼓 二者结合相辅相撑 迅速给玩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大量的QTE也被人诟病 但相应的 在QTE的引导下 带来的是近乎完美的视角掌控 呈现出一场场充满神话史实感 大气磅礴的BOSS战 毫不夸张地说 战神可能是最注重演出的传统动作游戏 受到阿瑞斯的蛊惑 奎托斯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妻女 从此受到诅咒与噩梦的折磨 同时化身斯巴达的战柜 展开复仇 奎爷的故事就此开始 跟其他类型游戏一样 初代的战神具有多样化且自由的动作组合系统 锁链连金的双刀 进可攻 退可守 二段跳 空中连击 头戒 等招式大开大喝 搭配上QTE 带来了极佳的演出表现 与此同时 玩家还可以使用魔法攻击 和特殊的增益能力辅助战斗 另外还混搭了解谜和平台跳跃元素 这些合在一起奠定了系列玩法的基调 在早期的GameSpot的试玩文章中 这将玩法描述为 鬼祭的动作与ICO的解谜的结合 游戏一经发售 便赢得了多个媒体的年度最佳游戏殊荣 并在全球斩获了超过460万份的销量 成为有史以来 第14畅销的PS2游戏 对于一个全新IP来说 俨然是一匹黑马 到了续作开发时 游戏总监大卫·贾飞卸任 成为创意总监 首席动画师科里巴洛格 尚未担任了制作人 在游戏发售前他就提到 团队的目标是续写前作故事 并展开多个元素 呈现更多史诗般的时刻 但它们与之前游戏的风格 不会有太大变化 如果说系列首款作品 是横空初始的惊喜 那么战神2就是稳扎稳打的最佳案例 游戏于2007年3月13日 发行于PS2平台 按情节来看是战神系列第六作 故事发生在战神背叛之后 既然提到了战神背叛 那就再多说一句 这可是系列中唯一未登陆 索尼大家组的战神游戏 也是唯一一部 以平面横圈轴游玩的战神游戏 并且由于发售于2007年 当时手机性能有限 安卓系统已尚未面世 虽然极力往援助方向上靠 但实际表现嘛 你懂 不过表现不尽如人意 不意味着粗质滥造 在开发过程中 团队跟圣摩尼卡工作室 保持了密切联系 在设计方面 从大卫甲肥和科里巴洛格处 得到了不少帮助和支持 剧本上也跟原作编剧进行了商讨 是一代和二代之间 一个不错的过渡和补充 那么说回战神2 在这部作品里 奎爷最身手的兵器 变成了雅典娜之人 大多数攻击方式 为基于这把武器和技能的组合 一如既往 动作性是战神2的最大卖点 而游戏平台跳跃 解密 让人脸红心跳的小游戏 则进一步调动玩家的荷尔蒙 游戏中的敌人 主要来自于希腊神话 包括英神女妖 牛头怪 蛇发女妖 施旧 独眼巨人 野蛮人 祭祀等等 让人一次性打爆爽爆 并且与其前作相比 无论是谜题的规模 还是boss数量 都要多上不上 游戏发售后 在多个地区都获得了初次的商业成绩 在北美 截至2007年3月底 它售出83万份 是第二畅销游戏的两位 在英国 它在发行的第一周 就成为了最畅销的游戏 发行后的前三个月 销量超过了100万份 索尼报告称其在全球的销售量 超过了424万份 在继续网线聊之前 咱们不妨先说说 由Ready at Done 所主导开发的两款掌机作品 主机平台的战神1跟战神2 受到玩家的追捧 索尼为了推广自家掌机 自然打起了这个IP的主意 而开发的任务 交到了Ready at Done手里 成立于2003年的工作室 早期不少成员都来自于 顽皮狗和暴血娱乐 底子还算不错 在接手过后也没有让人失望 战神奥林匹斯之列 发售于2008年 游戏承载了系列故事背景 把时间回复到了一代故事之前 玩法方面跟系列大同小异 有着原汁原味的战斗系统 和极具魄力的boss 并且充分挖掘了PSP的3D处理性能之后 呈现出了不亚于PSR主机的细腻画面表现 完成了移植平台的完美首秀 也成为了榨干PSP机能极限的代表作 战神斯巴达之回于2010年发布 为系列第六作 按故事时间顺序则排到第四位 稳定的制作水准 唤起了玩家们积极的响应 于是这部作品 也跟奥林匹斯之恋一样 大受欢迎 另外本作的故事 也跟前者一样 是对奎爷过往经历的补充 此后两部作品 被打包成了战神起源合集 在PS3上重新发布 到了PS3时代 因为索尼的策略问题 主机前期销量有所下滑 战神3的出现 便直接给这台游戏主机 注入了一记强心计 战神3于2010年3月16日 在PS3平台发布 按发售顺序 是战神系列的第五部 按故事顺序排列 为第七部作品 也是系列希腊之旅的最终篇章 奎爷再次改换了武器 拿上流放之刃 不过这一作里 有了更多副武器 能够参与组合攻击 与之前游戏不同的是 魔法技能变为 与武器榜定 每种武器都有自己的魔法攻击 更多的敌人 更大的场景 和附加的挑战内容 都向玩家宣誓着 它是系列的极大城之作 拿奖肯定是拿到手软 自然是没话说的 并且截止2012年6月 游戏的全球销料 接近520万份 希腊故事想要续写 暂时是很难圆回来的 接下来的战神 世神自封 或者战神升天 把故事带回了系列的原点 游戏于2013年3月12日 首次发布 适用于PS3平台 它是战神系列的第七部 却是整个系列的前传 玩法方面 这一作沿用了此前的设计 但有了三代的诸遇在前 显得有些相形见绸 加上年轻的奎爷 也还没掌握那么多招式 打起来不够酣畅淋漓 少了点味道 不过作为一部 外转性质的作品 战神世神自封的独特之处 莫过于尝试着 加入了多人模式 这也是系列中 唯一包含多人游戏的作品 多人模式 最多可有8名玩家参与 玩家与阿瑞斯 宙斯 波赛斗 和哈迪斯四个神奇之一结盟 每个神都提供 独特的战斗风格和战斗能力 玩家通过可以获得经验值 来升级角色 解锁特殊魔法能力 并完成诸神的挑战 获得盔甲武器 以及诸神遗物等奖励 此外 游戏也提供了双人合作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二人组将共同对抗来袭的敌人 销量不如其前辈 提名倒是获得了一些 可拿到手的寥寥无几 战神 世神自封 无论是口碑还是销量 都遭到了花铁炉 希腊的传奇 被画上了休止符 战神三为奎爷的希腊之旅 画上了一个不算完美 但还算令人满意的句点 此刻新作的副品 又给系列拢上了一层阴霾 往前走还是往后看 成了圣莫妮卡 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时在战神三开发期间 走出的科里巴洛格 宣布回归 顺理成章 他把重任结了下来 成为父亲的巴洛格 肩上多了一份责任 性格也变得成熟稳重 在他的带领下 圣莫妮卡工作室所做的 是让奎爷重新起航 在北欧走一遍封神之路 游戏的舞台搬到了北欧之后 设定方面也采用了 诸多北欧神话设定 比如北欧诸神 卢文福文 大蛇耶蒙加德 并且雷神索尔也有登场 随之而变的 还有那个一脸凶狠模样的奎托斯 曾经神党杀神 佛党杀福的奎爷 脸上有了疲惫 心态变得不如之前那般一怒 科里巴洛格 将其描述为系列的重启 可实际上对新手玩家而言 这几乎已经是 两个完全不同的游戏 也许是为了 印证重新开始的决心 新战神这一次 没有再用任何副标题 尤其于2018年4月20日 全球发布 无论是从发出顺序 还是故事来说 都是系列的第八部作品 重启意味着什么 是大刀阔斧的改功 不受欢迎的元素也好 受欢迎的系统也罢 已经瞻于成熟的设计 几乎是推倒重新设计 视角从固定摄像机 拉到奎爷身后 变成了第三人称 追尾视角 删除了跳跃动作 和平台跳跃部分玩法 曾经起跳高度 能摔死三个杰洛特的奎爷 如今膝盖已经形同 不死人难以弯曲 加入了角色扮演部分 和成长要素 让奎爷也能在冒险中 穿上新衣装 武器方面 藏起了标志性的双链 换为势大力臣的 力威坦战俘 和能够防反的守护者之盾 演出则直接并且QTE 大胆采用全程 无毒图加载的 一镜到底等等 另外 带上儿子的奎爷 也不再沉迷 掉红魂的小游戏 可能会让系列的老玩家 感到那么一丝丝的遗憾 关于关卡结构 克里巴洛格形容说 他是开放的 但不是开放世界 正如他所说 新战神在开放与线性之间 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 一镜到底的演出 和紧凑的故事 仍然是他们的第一追求 不过在单线故事中 奎爷仍然会在 合适的时间点 有摸鱼的机会 能探索的面具 比过去大得多 整个北欧立体鲜活 结合轻度的RPG系统 自然更能激发 玩家的探索役 针对不同玩家的需求 在主线通关之后 游戏也准备了 隐藏的女武神和试炼场 等待享有白金的玩家挑战 一个手柄一杯茶 一个女武神熬完一下午 游戏在发售后 大受好评 得到了众多媒体和颁奖典礼的青睐 在Matic Critics 媒体评分与原版战神 并为系列之最 并且在TJA年度大奖 立刻荒野大标课救赎2 夺得年度最佳 在英国发行周期间 新战神成为该系列中 销量最快的作品 实体销量比战神3高出了35% 但发售后连续6周 保持在销售排行榜的首位 创下了PS4独占游戏 连续几周排名第一的记录 游戏在发布后三天内 在全球售出超过310万分 在第一个月的销量 就超过了500万分 到2019年5月 该游戏已经在全球售出 超过1000万分 成为该系列中最畅销的游戏 到了2021年8月 游戏的总销量 已经超过1950万分 2018年在球变中 突破自我的战神 用一份几乎完美的答卷 回馈了新老玩家 不过受限于开发周期和成本 小怪雷同BOSS换皮 缺乏大场面也被广为诟蔽 而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地基之后 在新作里 圣摩尼卡有了调整侧重点的时间 因此我们对这部 也可以投入更多的期待 据圣摩尼卡所说 北欧的故事也将会在这里 干净利落地完结 所有的悬念都集中于此 战神和他的老父亲的传奇故事 究竟以什么方式收尾 还要看2022年 诸神黄昏究竟如何上演 传播游戏文化 共赏第九艺术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跪求各位送上三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